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aibooks的图表上永远是放着21均线的 可见其重要性 为什么是21均线呢 这里是有一个很多原因的 首先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一个月大概有21个交易日 21是蕴含着奥密的菲波纳期数字 而且是三期21 加温神奇数字7的三倍 均线指标一般可以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 21均线是属于不长不短的 比较灵灵 在实际操作中能比较真实有效的捕捉到市场的趋势 更有波段之魂的称号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用法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21均线它有三个适用 它适用于股票外汇或黄金的任何市场 适用于商项的交易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 最后也适用于任何的时间周期 不管是日内的5分钟15分钟图表交易 还是4小时日线或者周线的交易多适用 但是一般周期越长越稳定 它的第一个使用方法就是均线的朝向判断趋势 是向上还是向下 向上代表的短期市场是处于上升的趋势 向下代表处于下降趋势 如果是走平的 那基本就是一个盘整 第二个使用方法就是线上做多 线下做空 当K线向上成功的突破21均线可以做多 K线从上下下有效跌破21均线就做空 为了提高成功率 这个时候可以结合均线朝向是比较好的 比如K线向上穿 然后21均线也是向上的 那个时候做多是OK的 如果是K线向上 但是均线下下的 一般做是不可取的 如果喜欢双均线系统的朋友还可以添加参数为5的均线搭配使用 这里具体就不展开了 第三个使用方法就是支撑压力的定位 均线一般能起到支撑压力的作用 当价格偏离21均线一段时间后 一般会回踩 再碰触到均线附近 就是入场或加仓的时机 好了 基本的使用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些 股市里21均线它是一个进出决策线 21周均线 那是市场的牛熊线 只要您深刻理解运用熟练 完全能起到一根均线定乾坤的效果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